就在美国击落中国气球以及三个飞行物之后 路透社报道一位消息人士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有可能在下周启程前往波澜之前 对这四个物体发表演说 这是因为从一连串不明物体飘入美国上空到击落 拜登多事让白宫官员评论 本人却很少发表公开言论 同时这位消息人士也透露 拜登已经要求国安顾问苏利文 主持由一个各机构组成的工作小组 已经提出一套未来如何处理不明物体的指南 事实上拜登政府对这一连串飞行物的行动 存在着一些美国政治操作 一来是利用最先进战机F22 对中国气球进行打击 如好莱坞般的表演能让美国民众心情亢奋与激动 同时也能让盟友再体验到中国威胁 拜登政府只用了五天时间就调查清楚中国气球 并且速度快到让国会一时之间提不出批评 全被拜登的反中氛围带着走 再加上美国去年通过的晶片法 也能够又一次扩大对中国科技业的反制 对中国组建起更完整的凭证 再度打击北京当局 东西的国民云正报道